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你们好 你了解耶稣的价值观吗? 你知道祂的梦想是什么吗? 让今天9月24日的每日圣言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遵行天主的话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聆听这一段圣言 那时候,耶稣的母亲和兄弟到祂这里来了 因为人多,不能与祂相会 有人告诉祂说 你的母亲和你的兄弟站在外边,愿意见你 祂却回答他们说 听了天主的话而实行的,才是我的母亲和兄弟 感谢天主 耶稣对你的生命有影响力吗? 祂的话对你重要吗? 很多时候,我们称自己是基督徒 也知道不少有关祂的道理 但这些都不足以让我们成为好基督徒 因为耶稣不是一个道理 一个理想 一个理论 祂是一个活生生的天主 渴望和我们每一个人相遇 并亲密相处的天主 在福音中 耶稣用人间最亲密的家庭关系 来表达祂和真正好基督徒之间的关系 耶稣说 听了天主的话而实行的,才是我的母亲和兄弟 当我们和家人关系亲密时 我们什么都可以和他们分享 不只是吃的、用的 还有更深的梦想、理想、秘密、希望、恐惧 当遇到困难、失败或感到迷惑时 我们也可以依靠家人的安慰、帮助和鼓励 家人长时间的亲密相处 让他们之间产生独特的默契和共鸣 分享的是同样一个价值观 也为同样一个理想奋斗 同样 好基督徒是耶稣的家人 也分享耶稣的梦想、理想、价值观 关心耶稣所关心的事 并愿意帮忙耶稣完成祂的理想 你知道耶稣的价值观是什么吗? 你是否让祂告诉你祂的梦想是什么呢? 如果你觉得自己离耶稣很远 听不懂祂的话 就从今天开始 每天花点时间看圣经 默想耶稣的生命和言行举止 特别留意耶稣如何在日常生活中 培育祂的门徒 耶稣会亲自 透过圣言教导我们 向我们灌输天国的价值观 好让我们能在世上缔造天国 你愿意聆听祂 遵行祂的话吗? 请品尝圣言 听了天主的话而实行的 才是我的母亲和兄弟 也在我们生活中活出圣言 如今以后 决心以一个具体的行动 活出圣言 锻炼自己服从耶稣的话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耶稣 我相信 若我每天忠实地实践祢的话 我们的关系也会渐渐亲近 谢谢您的聆听 愿天主降福您平安喜乐 我们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